恭喜所有昨天的受奖人 那也要谢谢所有的音乐人 对我们这块土地上面的贡献 乐坛盛事金曲奖颁奖典礼 总统也有仔细看 这一句话小音特别有感 昨天有一位年轻的音乐人 讲了一段话其实是最让人感动的 他说生长在台湾是一个 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事情 那一直以来他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 金曲新歌王力友王感言获得现场热烈欢呼 典礼一结束小音也po脸书 我们充满自由有无限创意 因为这就是台湾 也点名黑名单工作室的抓狂歌 还有年度歌曲奖得主蔡依林的玫瑰少年 小音说无论音乐人想表达任何意见 都拥有充分的自由 最后不忘标注也要撑香港 另外今年的最佳乐团奖得主 也被特别恭喜 当然林昌佐我也要恭喜他了 除了问真之外还能得奖 实在是不简单 关注台湾流行音乐 不只在金曲奖这天 回顾这件作品 首度开金嗓 就是客串MV鼓励新人 还有今年总统府音乐会 集合主流独立音乐 台湾各族群创作者 登上总统府舞台 小音总统全程在台下聆听 台湾创作的自由 小音挂保证守护到底 三连新闻也让我都会期待不到